Samsung 幾個月前就在炮過推出了一大堆A系列的手機 由A20、A40S、A60及A70 看來Samsung的機海戰術又要回來 但最高階的A80發佈了但遲遲都未出現 登登登登 今天在我手上這部就是Samsung的Galaxy A80 現在就跟大家試玩一下 剛剛也提過這部A80就是A系列最高階的型號 暫時來說已經有A90的傳聞出現 但不要管了,我們今天先著眼這部機 A80過為一哥就應該有一哥的風範 所以它在設計用料上跟其他A系列的手機是有些不同的 A80還有一個玻璃的機身 而且還做了一個非常貼合手型的弧形機背 上手的感覺是非常之好 不過它機身設計造工多漂亮都好 都不是這部機的重點 這部機的重點就是這塊 令人WireSend的New Infinity Display 我不知道大家還記不記得 在去年的Samsung開發者大會裏 展示了四個新一代的Infinity Display的設計框架 有Infinity U、Infinity V和Infinity O 分別今年都在不同的Galaxy手機跟大家見過面 但終極的New Infinity Display 我以為會不會太快出現 誰知道就在這裏了 這部機身是1080P的屏幕 像素密度就只有393ppi 但我想我講出來應該會有很多人很驚訝 就是我Enjoy用這塊屏幕看片多過用X10 你可能心想一下怎麼會 它像素密度又低一點 又不支援HDR又沒有DCI-P3 Color Gamut 原因很簡單 就是代入感 它的屏幕的比例是20比9 比起X10就再闊一點 那就更加貼近你的戲院看到的比例 再加上它的屏幕今次是沒有任何Cutout 沒有任何打洞 我一開始都以為 小的洞很閒 應該沒什麼分別 但原來只沒有這個打洞 就已經代入感提升了很多 你就更加投入去看你現在正在看的影片 但這樣健不健康呢 就... 你自己衡量一下 至於這個螢幕的質素 我剛剛說又沒有HDR 又有什麼什麼感 其實大家不需要擔心 因為它始終都是一塊Samsung制的AMOLED屏幕 仍然都有很高的對比度和打和度 Samsung的屏幕其實很少會令大家失望 要達到這個New Infinity Display的屏幕 在設計上總有一些東西是要犧牲的 都不一定是犧牲的 改動啦 第一個改動就是它的指紋解鎖 前面沒有後面沒有 今次的指紋解鎖 就做在螢幕的下面 跟S10的超聲波不同 這個A80的屏幕支紋解鎖 就是用光學式的 另一個改動就是它的聽筒 它是沒有了聽筒的 你打電話的時候怎樣聽到別人說話呢 就是靠震動部機傳聲入你耳朵 這個傳聲方法是幾清晰和幾夠聲的 我的關鍵就是不知道在很靜的環境之下 會不會很容易流聲 第三個最大的改動就是它的前置鏡頭 它是沒有的 都不可以說是沒有的 它的前置鏡頭就類似我們之前review過的 Sanphone 6 在後面反的鏡頭出來 但是A80反的方法就有少許不同 它首先將鏡頭的部份升上來 然後再反轉 先說它的相機結構 A80相機就是一個三鏡頭的組合 一個4800萬像素的主攝鏡 一個800萬像素的廣角鏡 以及一個3D的TOF鏡頭 拍出來的質素其實算是中間偏常的水平 不算太好 但整理兩整理絕對可以出街 甚至能騙人 上這部份最後我想說多一點我留意到的東西 就是Samsung handle這個反轉式鏡頭的手法是幾有趣的 另一部類似的鏡頭的手機 Sanphone 6 它只有一組鏡頭而已 所以理所當然理過的軟件 就當它是一組鏡頭的看待 但是這個A80 雖然它只有一組鏡頭 但是它的軟件就不知為何 分開了前後鏡頭的處理 就變成後鏡頭有些有的功能 前鏡頭就未必有了 但是明明它是用同一組相機 例如當後鏡頭用的時候 就有時動對焦 但是反轉當前鏡頭用的時候就沒有了 後鏡頭只有兩個焦段而已 反轉之後不知是哪裏變多了的焦段 後鏡頭有Synoptimizer Night mode Panorama Slow-mo和專業模式 但不知為何反轉之後就全部都沒有了 但是明明它是用同一組相機 同一個Processor 怎樣解釋的呢 最後其餘的Spec 我就很快講講了 A80就採用了Snapdragon 730的Soc 8GB RAM 128GB ROM 378mm的電池 其實Spec是不差的 日常使用又或者Light Gaming 就應該不會有太大問題了 好了 今次Hands On就來到這裏了 你對這部A80有什麼意見 又或者你對這部機有什麼疑問 都歡迎大家在下面問我 我會盡量解答大家 最後記得Like、Share這條片 Subscribe我的頻道 我是Anson 我們下條片再見